商界吸睛器 四天狂胜一千万令吉 是如何做到的 曾经创下 马来西亚《BOKOVER COTS》 让当时候 279位投资者 秒头的原因是什么 当时喊出的 2026年上市的承诺 如今怎样了呢 今天的主角麦伟童 我们就叫他 马克 那如果出生在古代 他应该就算是个 战功货货的将军 当同龄人才刚准备 要踏入职场 他的事业就已经正准备 要起飞了 他是马来西亚 租赁商业模式的鼻祖 早在十年前 就让平凡人 以更低的门槛 就能拥有幼稚生活 那这样我为人人的商业模式 一推出市场 立马引来排山倒海淘感 替市场打开了新的消费模式 也替公司搜刮了 10亿令吉业绩的傲人筹地 马克另一个关键决策 是在租赁商业模式 再开创另一个维度 时间来到了2021年 那眼见当前的势力 一发不可收拾 马克跟团队就有了个 大胆的想法 要在2026年上市 马克决定开放股权融资 那当时利用了智能门锁 lock in 切入市场 由于过去的业绩 真的是闪瞎全网 你在Google随便搜一搜 就能找到一堆亮眼的成绩单 风头一时无两 引起了投资者们疯狂秒头 最终只用了四天 就达标狂收一千万元级 还创下了Malaysia Book of Record 那当然有人欢喜有人愁啊 正拿一群成功抢到投资机会的人 正在狂欢的同时 哈哈哈哈哈哈 还有一堆来不及进场的投资者 正在按锤胸口 啊 融资以后资本一进来 业绩就像是开挂了一样 那此时马克决定知道自己的确站在风口之上 为了加快2026年上市过程 他们决定开启第二轮融资 这次马克决定团队成功站在母婴市场的风口 主打时尚育儿 卫生惊养 有了2021年鸟头的经验 那这一盘让人忽视眈眈的神魂 会再度出现 有人挤不定投资场的情况吗 好的 谢谢棚内主播 今天上线了我们Move On的新级产品 当你以为它只是一个行李箱的时候打开它 妈妈就能解开双手去逛街了 用完了要收起来 这家伙竟然能那么完美的闭合啊 关上它从此以后外面的世界 纷纷扰扰都不关你事了 果然干净又卫生良心狠话 这绝对是马来西亚的市场首创 再来看称宝宝推世界里面的Rose Rice 完美的避震系统让业界无法超越 就算妈妈背狗卷跑完全马来西亚的盾 都能完美的保住宝宝 另外这两张认证你要认证哦 EN E888 ECR 129 你们随便看我也不方便show off太多 因为我担心我认证讲可能会吓到你 推着那么时尚的宝宝推车 不用开口啊连路人都知道你的品位 胜过你背个LV bag 这绝对是高大上的明星产品哦 我们让大众以租赁的方式来拥有它 除了让大家更容易负担 我们还能让你想有专业的清洗服务 在想要干净和宝宝卫生之间选择 交给别人做 我跟你讲 而且最夸张的是你不要小看这个清洗服务哦 我们一推出的时候短短的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我们就卖出了一千份的清洗配套 首先呢我先恭喜这一千份的购买者 因为你们从此拥有了干净的人生 你以为就这样而已吗 大错特错 我们今年11月要进军FMCG市场 用快销品抢占更多的生意回来 一系列的清洁卫生用品 无论你去到天涯海角哪里的便利店都能看到我们 Move On让你在时尚育儿路上 Move的干净又安心 我们现场有Move On的首席执行长麦伟红 马哥你好 好 首先先问第一道问题 请问我国每年有多少的新生儿 根据大马统计局的报告 我国今年首季度的出生人数比去年增长了8.9% 那么超过10亿万名的新生婴儿诞生 所以这一个也足以证明了在整个市场上有非常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空间 第二个问题来了 您认为育儿妈妈最担心的三件事是什么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父亲 所以我觉得一个父母亲最在意的三件东西是 安全 舒适 以及卫生 我觉得尤其是疫情过后卫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就是 请问一下哪一个原因是最有可能造成宝宝生病的 A 细菌感染 B 自身免疫系统升级 C 碰到一些脏东西 A 细菌感染 宝宝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坐在宝宝的婴儿椅或者是手推车 那么无论是在户内还是在户外 宝宝手推车都会接触到很多的一些细菌 所以定期的清洁跟定期的消毒会有效的避免宝宝接受到这个细菌感染 请问马来西亚的母婴市场到底有多大的潜力 A 大 B 很大 C 非常大 D 非常非常的大 东南亚洲的亚洲性声音人数最多的地方 那么人均收入普遍的也提升了 所以我相信母婴家庭的消费能力也逐渐的提升 那这个市场会持续的增长 最后你猜猜看 马来西亚有多少宝宝的父母会定期为自己孩子的手推车拿去清理 根据我们对市场的调查 不多 因为在整个的清理的过程中它是非常的繁琐 而且需要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设备 好让我们这个清洁的过程中可以清洁干净 那所以哦今天我们MUFO我们就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 跟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方案 好让父母可以把他们的手推车跟安全椅 寄到我们的中心 让我们提供一站式的清洁的服务 总结来说MUFO如果要抢占母婴市场的核心战略有三点 第一 用对的产品切入市场 可以完美折叠杜绝污染的婴儿手推车 防震功能 保护婴儿的脊椎 解决父母对育儿的焦虑 第二 把品牌做生 以快销品 FMCG增加消费者的复购率 透过便利商店的渠道覆盖全市场 让人去到哪里 品牌都去到哪里 第三 跟市场建立长期的关系 租赁模式 它不单只是对顾客建立起一个长期关系 它另一个特点是提供一站式的清洁 而消毒宝宝手推车的服务 让消费者定期的主动跟我们互动 所以这一次的众筹 我们有八大重点 第一 市场已经验证了move on的成功 我们已经用了四天 就达到了一千万的目标 这显示了市场对我们的信心 也是因为投资者信任我们的团队 认可我们的创新模式 并看好市场的潜力 再加上团队的经验 却把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目标 第二 母鹰市场目前正处于高速成长的阶段 我们正站在母鹰产品的风口上 这是一个充满潜力的行业 第三 我们利用智能科技管理租赁系统 为公司节省高达800万的资金与成本 包括时间 人事 运营 保养 及服务等 那省略了团队至少一年半的探索期 让我们非常自豪的是 第四 这套智能管理系统由我们自主研发 并且完全拥有 第四 除了宝宝推设及安全座椅 我们还计划进军FMCG 也就是快消品市场 这将拓展新的盈利版图 大大的提高重购率和品牌的能见度 第五 我们的目标是在2026年上市 这次的众筹最主要是要加快整个上市的过程 让投资者可以提早获利 特别是让上一批的投资者实现资本成长 也就是Capital Games 那么根据估值呢 公司的估值已经增长了53.8% 第六 我们公司自从上一轮众筹以后 公司的整体业绩相比2021年 增长幅度62倍 公司盈利也有原来的38万 快速上升到360万 所以数据证明资本来到我们手上 一定会产生作用 第七 今天你只需要最低2500凌鸡起 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伙人 这一次我们总共开出8种投资备道 那么当然 如果你已经是我们现有的投资者 你可以在这一轮的众筹里 享有更高的回报 我们本次的融资的上限是2000万零级 一旦额满 投资窗口立即会关闭 为了避免就像上一次 很多投资者被币推广的局面 我们建议大家行动要快 第八 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是一个曾经打造过 10亿零级营业额的团队 在珠临行业里也拥有超过10年的经验 赶快拿起你们的手机 扫一扫荧幕上的QR Code 你需要的详细资讯 都会在里面找得到 总结来说 我们成功众筹的记录 和经验丰富的团队表现 只要相信我们 我们会用业绩和回酬 让你的资本继续Move On Move On